方法提供给大家 没有 这个是方法之一 你卡住你卡住 甘有脚能Q 你没看错 眼前这一位 就是义美总经理高志明 不仅对食安有研究 私底下还有一套 量身哲学 光是从开会用的桌子 就能看出端倪 从高志明这一棟一级主管 通通都得站着开会 而且常常一站 就是两个小时 在国外也都很多人讲 每天最好站着两个小时 或几个小时这样的情况 第一个开会节省时间效率高 每天有空还会来个激励训练 像这样一次做个15下 来回3到5次就搞定 再搭配饮食 除了尽量不吃像这样 透过高温产生的食物 也就是所谓的油炸类 但高志明每天早上 一定要喝一小杯亚麻人油 同时顺应天时 高志明也只吃当令食材 非当令的可能是 那个农业用药是比较高的 如果是进口的 又非当令的 第一个数量一定摆得很少 然后呢 价格一定很贵嘛 高志明表示 其实只要把握两个原则 一个看数量 一个看价格 就能判断是不是当令食材 不过最重要还是得养成习惯 才能做到真养生 在新闻采访薛雪华 台北采访不懂